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这次的比赛总共是分了两个部分 一个是一般组的部分 另外还有一个秀菊杯 长春组的部分 这边先看到最维一组 在第四栋的开球 设定的距离是157 今天第四栋 棋位是放在国陵的左后方 第四栋的国陵呢 他是相对比较大一点 在左后方的时候呢 再加上有强攻的一个干扰之下 准球的准度是大大的受到影响 轮到吴佳燕的开球 吴佳燕他今天一开始连续两个怕 不过很可惜 刚刚在第三栋呢 是短推 今天的推干的手感好像没有前两天的好 第三栋bogey之后呢 目前 领先的甘肃是加四 目前呢 是跟这个洪玉林 还有梁怡林都是并列临线 也就是说第三回合 从比赛一开始 就进入一个竞争相当激烈的一个局面 在国陵边相对比较窄边的短切梁怡林 因为比较窄边的上国陵也不太容易马上停住 吴佳燕则是有一个很好的Birdie机位 希望可以从刚刚的bogey反弹回来 不过这一推非常可惜 划过洞口之后 没有能够撞下Birdie 吴佳燕目前可以说是 是Tier PGA最好的球员 每次他出赛大概就是想要拿冠军的 他自己的目标设定也是在这里 轮到李鑫也是for birdie 这一球也划过洞口很可惜没进 顺利的打帕 已经打完前四洞之后呢 是赚了一杆 累积也是加四 目前是并列领先 所以倒数的第一组 倒数第二组 这两组的 从一开始呢 就进入一个白热化的一个竞争 楊玲林则是漂亮的长盔寶帕 成绩还是维持加四 但是并列领先 最后一组啊 也是完成第四洞 所以说目前领先的这个干数是加四 那谁能够持续在剩下这几个洞呢 持续的稳定表现 谁就有机会胜出 先看到的是 洪玉林在第六洞的开球 第六洞 他是一个四干的洞 386盲 稍稍往左走的一个球道 大家开球 并不想太偏左 因为太偏左 可能左边就是处罚区 所以会朝右 球道的右侧 这样子相对先安全 打上球道再说 而且朝球道偏右一点的话 第二杆也相对比较 有好一点的进攻的角度 这边也是顺利把球开上球道 偏右的开球在长朝区 红玉林这一杆要上国陵 可能比较没有机会 所以从这个地方 只能够先尽量的把球 朝国陵这边来推进 转到谢玉林的第二杆 今天第六洞的棋位是放在国陵的右前方 铁杆的铁杆非常的精准 这一杆差点直接进动 非常的漂亮 轮到黄玉林的第二杆 也是准备要直接朝起杆来进攻 炮台的国陵 你上国陵这一杆 你一定要能够打高 路在国陵上 运动的距离也比较不会那么远 这边没有上国陵 黄玉林再看一下 虽然说平常是非常熟悉 这个台北球场 不过风这么强的情况之下 难免上国陵的精准度都会受到影响 在国陵右前方的沙根 黄玉林这一切 非常的漂亮 你给自己带来很棒的宝帕机会 黄玉林的第三杆 刚刚从右边的边坡长草 短切非常的棒 先推的是黄玉萍 这一推是要4part 虽然是有点下坡 不过速度并不快 黄玉萍也掌握到国陵上的普通变化 漂亮的宝帕成功 成绩维持在加巴 这一次到目前为止 因为风势还太大了 所以现场所有的球员都得积成绩 没有人是underpart 谢玉林很棒的Birdy机会在这里 没有问题 他打得非常的好 谢玉林拿下今天第一个Birdy 成绩也来到加巴 他第一个Birdy 没有比赛 你只要能够稳住 你就有机会可以胜出 一方面距離長 第二方面球道非常的窄 如果你不小心的話 你可能第二竿第三竿上國嶺 都會有失誤 今天第七棟的棋圍是放在中間偏組 輪到的是黃玉平 這一竿上國嶺則是非常棒 非常精準 一個很棒的Birdy機會 輪到洪玉林的第三竿 第七棟的國嶺也是扁而長心的國嶺 要求你上國嶺這一竿的管竿精準度 到目前為止 洪玉林的表現非常的理想 在國嶺的後方切滴滾球 國嶺的速度不是說真的太快 而洪玉林也掌握到了國嶺的速度 精準的把球送到東國附近 應該是打怕沒有問題 黃玉平則是有一個Birdy機會 這個地方坡路是由後往前傾斜的 有一點由左往右的Birdy推 只要能夠抓到國嶺的速度 我相信黃玉平就有機會可以把球推進 沒有問題 今天的第一個Birdy 黃玉平成績來到加七 紅玉林也是一個很棒的Birdy機會 希望能夠再拿下今天的第二個Birdy 不過很可惜呢 一出球就被國嶺上的草門帶開 錯失一個很棒的Birdy機會 不過呢 到目前為止 紅玉林的表現都非常穩定 前七個洞打完了 喔 有鑽進一竿 目前呢 是維持加四兵力的領先 再來看一下這個國嶺上草門的變化 謝玉林 我怕應該也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謝玉林呢 今天到目前為止 兩個Bir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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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Birdy 還在綠針上草當中 接著下來要看到作業組在第九棟 第九棟是一個相對比較沒有那麼長的 四竿洞 三百六十碼 球道是高榜低打 右往左的果狗腿 開球的時候 決定你這棟的成績了 你開球一定要很準確的開在球道上 李青在開球因為比較積極的進攻 有一點在左邊的長掃區 在左邊長掃區呢 你沒有什麼好的進攻角度 不過李青這球非常棒 非常巧妙的打低滾 看一看一看這球 第九棟的方向在國嶺 還有平等下 吳嘉燕是順利的把球送上國嶺 給自己留一個上坡Burley推 吳嘉燕到目前為止 除了第三棟Burgey之外 每一棟都是打怕 一方面穩定是他的一個強項 李鑫這邊是第三竿了 因為剛剛球沒有辦法能夠滾上國嶺 吳嘉燕先推Burley 今天到目前為止 國嶺的速度掌握得非常不錯 很可惜沒有進洞的球運 所以打完前九個洞 吳嘉燕花了一桿 三十七 維持在加四 輪到梁依林 相對右往左的Burley推 也沒有辦法能夠推進Burley 梁依林在打完九個洞 是有兩個Burgey 所以說呢 前九個洞打完 是三十八 輪到李鑫這個是火怕從沙登打上來 所以打完前九個洞 已經今天的前九洞狀態 狀況是比較多一點 有一個DoubleBurgey 再另外再外加兩個Burgey 前九洞是三十九 所以打完前九 梁依林的成績是變成加六 加六已經是落後領先兩桿了 戰局持續的變化當中 目前呢只剩下洪依林跟胡佳燕 兩個人是加四並列領先 收集 nächste 我們再次見 就擅謀 準備好一回 西火雨燕 旋律 下一次